大家好,欢迎回到世界的中国节目 正如我上次在节目里所许诺的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习近平和拜登会见之后 对中美经贸的一些影响 正在我苦思冥想用什么点来切入的时候 我发现华尔街日报的魏玲玲女士 又出了一篇重磅文章 我们每一次节目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那就是这些国际一流的媒体 他们拿出的既有原创性的信息 又有精彩分析的这些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华尔街日报 魏玲玲提到了几点 有很多东西和我预料的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比如说习近平这次在面对商界的演讲中 美国商界这些大佬起立鼓掌 但是这种起立鼓掌目前看来更多是礼节性的 更多是期待性的 更多是前瞻性的 就是他们期待习主席能给 已经显露出皮态 显露出脱钩态势的中美经贸和投资 注入一些稳定性 甚至注入一些正能量 但是这种期待 竟然落空了 因为在这次的演讲里面 亮点是什么 亮点说啊 你们美国企业要帮助缓解中美之间的紧张态势 要增大两国之间的合作空间 你说这些美国企业来这儿是听这个的吗 他不是 他们主要是想听 你对美国企业在华投资 到底给出什么样一些利好的消息 如果没有利好的话 稳定也行 让我们有预期 做生意最怕的是不确定性 给些确定性 就是这些大佬们想知道的 但是习主席啊 对这个问题啊 没有过多的去谈 只说他希望这些企业在双边关系上起什么作用 你看他的重点放在中美关系上 而不是在经贸上 那这一点啊 让这些本来就忐忑不安的美国企业更忐忑不安 甚至很多人感到惊讶和失望 比如说我看到华尔街日报采访华尔街的一些基金分析师 他们明白无误的显示出来了失望这种情绪 他说 习主席啊 并没有借此机会回应美国商界 对中国营商环境的担忧 也没有分享未来几个季度 他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 可能如何演变的想法 你看说的非常的直接 那更具体一点 或者说 更和个人 更和企业运营的具体层面相关的消息 没有放出来 在整个连讲当中 有飞虎队的老兵亮相了 当然是大家起立鼓掌了 对吧 飞虎队嘛 当年美国和中国合作抗日 那个情况 为世界 为亚太地区 为中国 那都是给了一臂之力 又提到了大熊猫 中美之间要搞大熊猫 继续互防 让大熊猫作为友好的使者 他甚至提到 为了让年轻人之间互相了解 将来中方会资助 邀请 没有说资助 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 访华 这些都是好事 但是不够具体 不够具体 说白了 这些企业 最想听到的是什么 外商 美商 在中国的营商环境 更宽松了 法治环境更健全了 人身安全更得到保障了 比如说 西方的这些管理公司 审计公司 特别是那些搞所谓的市场调研 搞数据分析的 搞数据挖掘的 这几年 这几个月 很多都遭到了灭顶之灾 很多公司遭到了 突查 调查和拘留 同时 新的间谍法 行走的50万 这种调调 居高不下 中方并没有释放出 对外商 在中国做生意 更友善 更安全的 这种信息 没有 所以这种情况下 最关键的事情 最担心的事情 中方都没有给予 积极的回应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数字不撒谎 就在习主席 星期三发表的演讲 当天 中国的上证综合指数 下跌了0.71% 香港恒生指数 下跌了1.4% 你看一个上证 一个香港恒生指数 它就是下降 那就是股市 就是人们信心的清语表 大家还是没有信心 说一千到一万 就是没信心 那就像我以前说的 一个男生 对一个女生好不好 就看他舍不得 舍不舍得 给你花钱 如果他连钱 都不舍得花 说的天花乱坠 你是我的心甘宝贝 我对你多好多好 你对我多重要 那都是扯淡 钱都不愿意花 还说啥呢 海外 中国投资者 对中国的市场前景 有没有信心 对现在这个管理团队 有没有信心 就看有没有钱 拿出来投股票 事实上现在证明 没有 否则香港恒生指数 和上证指数 它怎么可能下降呢 对吧 除了股市以外 我们再看 现在外资逃离中国的速度 并没有下降 并没有下降 那根据华尔日报 对中国数据的分析 截止到9月底 外国企业连续6个季度 从中国撤走利润 金额总计超过1600亿美元 1600亿 主位 那换成人民币将近1万亿了 为什么要撤走 主要还是不放心 几个原因 第一 怕晚撤走了就撤不走了 来不及了 中国对外资企业 对所有的人 无非就是两条嘛 要么扣你的人 要么扣你的钱 那 挣出来的利润 不赶紧转走 将来这钱是谁的 还真不好说 真不好说 所以 习主席和他的这些 经济智囊们 屡次扇翻 说想阻止外资流出 希望大家把钱留在中国 继续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 但现在看来 外资并不买这个账 为什么原来不撤走呢 因为很多公司 就把营收的利润 留在中国 接着再投资 就可以了 事实上 这些大的跨国公司 他们在财务制度上 在整个财务报表的 这种整理上 撤不撤走 是关系不大的 是关系不大的 大家听明白了吗 他关系不大 因为你在中国的企业 比如说通用汽车 比如说麦当劳 比如说星巴克 他在中国这个钱不撤走 但做账的时候 他仍然显示在他的报表里面 是他的整个的营收的收入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下 财务上没有大的区别的情况下 他为什么还要把钱 找不走 晚不走 现在他就要走 唯一的原因就是 这个利润 如果再不走 就走不了了 所以外资 在这个方面 资本是最敏感 对确定性要求最高的 现在纷纷撤走 说明大家对中国经济的判断 实在是不乐观 不乐观 那提到 这个 要么是管钱 要么管人 钱 大家是看着不安全了 人是不是安全呢 也没看出来 更安全的这种迹象 大家记得我上次节目说过吗 在双边的会谈里面 美方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 就是希望中方释放 或者提供更多的法律保护 给那些莫名其妙 在中国被抓的美国企业家 这里面有很多知名的人士 有很多知名的企业 中方没有给予积极的回应 那就是涉及到国安 中方还是没有松口 还是没有松口 更何况 大家知道吗 这两天又出新的事情了 大家知道吗 中国的视频直播带货平台 斗鱼 这个是腾讯投资的 腾讯占38%的股份 他的CEO陈少杰失联了 自从10月份以来 一直无法联系上 这家公司 也是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 对自己的CEO失联 拒绝发表评论 只说业务运营仍然正常 请问CEO都没了 那怎么可能正常呢 那怎么可能正常呢 另外 在深圳上市的沃华医药 他的董事长赵炳贤 也被采取了留置措施 配合监察监委机关调查 在周一发布的公告里面 沃华医药也没有提供 有关该调查的细节 只说赵炳贤被留置 所设事项与公司无关 也没有接到相关机关的通知 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协助调查 你看 这两个 一个这个新经济 斗鱼 直播平台CEO失联了 是美国企业 你看美国上市公司的CEO 说失联就失联 说没了就没了 活不见人死不见事 这难道是营商环境 进一步放松 进一步透明 进一步有法制化保障的迹象吗 不是 沃华医药 是这个做传统产品 做医药的 你看 一传统一新经济 不管你做啥的 公司都不知道自己老板 到底咋了 也没人通知你 反正是老板不来上班了 怎么早也找不着了 那这里面 这种黑箱操作 这种暗黑 这种危险 这种寒风淋淋 依然是 非常非常的灵练 所以这让外国企业 他怎么放心 实在是无法放心 实在是无法放心 当然提到 这个视频直播行业 我还得联系到另外一条新闻 沃尔玛 把采购中心 从中国搬走了 对于沃尔玛 把采购中心 从中国搬走 有两种不同的解读 一种是符合 我刚才讲的那个调点 就是外资撤离中国 不确定性太多了 不安全性太多了 你像沃尔玛这种企业 动不动 如果给你查税 还不怕你查个底掉 他们对在中国运营的风险 觉得太大 要走 另外一个 做生意的成本增加了 关税也好 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好 都让中国进口的产品 到美国去 成本增加 最关键的是 周边的国家 越南 印尼 菲律宾 都提供了 alternative 提供了备选项 越南这个工厂 还有24小时冒烟不停 都是来自中国的 转移过来的订单 他做不完 所以越南经济 真是最近 借中美之间 这个紧张关系 得到了很好的提升 有人说 这是一种观点 我认为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在沃尔玛 这种动作的背后 还有很深层的原因 那就是行业内部 产业链内部 这个商业生态本身 发生了变化 也不能都怪说 中国这个营商环境不好 所以沃尔玛撤了 也不是 那就是中国的经济业态 产生了变化 带货直播 已经成为了 越来越登堂入室 越来越主流的 老百姓的购物方式 双十一这些 你得多少个 沃尔玛的销售额 才能赶上双十一 所以沃尔玛 在中国的零售商业里面 说实话有点落伍了 没有赶上视频直播的风潮 所以它不行了 所以这种两者加在一起 就导致了 他必须把自己的采购中心 挪出中国 所以看到这种消息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用单一的视角 比如说政治 来分析这个问题 也不能用单一的商业 来分析这个问题 很多时候 它是一个复杂的 综合的各种元素都有的 一个决定 一个决定 那提到失联或者被拘留的 中国高管的名字 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人 那就是暴凡 暴凡 那可是中国投行界 首屈一指的大佬 没有之一 最牛叉的 但是暴凡在今年2月份失踪 你看今年马上到底了 马上这周四就是感恩节了 2023年就要结束 暴凡老兄 暴凡 生活不见人 死不见事 去哪了 不知道 调查到什么程度了 不知道 那 暴凡之后 又有了陈少杰 又有了赵炳贤 这一切 都是一些不祥之兆 那就是 你在中国 哪都好 做生意 喝毛台 泡妞 整天私人飞机飞来飞去 但有两条 你是没有把握的 第一就是人身安全 第二就是资金的安全 丝毫没有保障 你说你有钱 你能比暴凡有钱吗 你说你有路子 你能比暴凡有路子吗 开玩笑 对不对 开玩笑 不可能 所以 中国 一连串的对私营企业 和私营企业 加了这种打压 以及一连串的失踪事件 让中国商界都赶到后背发凉 你怎么能让这些 to young too simple always naive的 这些外国企业 心里踏实呢 所以老外一看 好吗 那我不赶紧跑 我还等啥呢 等着被你扣起来 出不来吗 等着让你把利润扣下来 不让我转出来吗 所以 这一切 最终 大家认识到一个真理 那就是 在中国 很多人说 我不关心政治 不谈政治 你要是这么说可以 你要是真的这么想 只能证明 你不入流 你根本就不入流 任何事情都摆脱不了政治 任何问题到最后 都是政治问题 这一点 中国领导人也没有含糊 对吧 从来就说政治压到一切 对吧 但是 很多人忽略这一点 或者说 叫 刻意的掩饰也好 叫 有意无意的淡忘也好 但是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你搞不定 那 很多人说 那到底怎么样 才能让企业家的信心恢复呢 这里面有两个方面 政策方面不用说了 让企业按自己的经营意愿 按自己的经营自主权去经营 别去骚扰人家 别去骚扰人家 另外 一个标志性的事情就是 你让马老师出来走两步 马云 让马云啊 出来走两步 让他呀 或多或少 心惊胆战的 敲不声的 低门顺眼的 再批评两句中国政府 只要这事发生 我告诉你 上政治说 马上再涨10% 没有问题 但是 马云啊 还是 现在 不敢说话 还是吓得跟孙子似的 还是 他自己对中国 就没有信心 为什么这么说 马老师这两天 有个大动作 大家知道吗 11月16号晚上 就是前几天 说白了 就是 这个习主席和拜登 见面的第二天 他们不是15号见的吗 16号晚 隔了一天 马云啊 他的家族信托 宣布 减持500万股 阿里巴巴创始人股份 涉及股票金额 8.7亿美元 约合63.5亿人民币 你说马云 你说这是啥意思 早不套现 晚不套现 习和拜 刚见了面 你就来这一出 这说打脸啊 也不过分 也不过分 那更何况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阿里巴巴的股价 今年以来下跌了 1.16% 大概是87美元左右 2020年股价最高的时候 是319 你看319跟87美元差多少 已经下跌了73% 你看 你看 马云 在低位 损失了73%的情况下 他要减持 那就是啥意思 那就是 仓皇逃窜的这么一种态势 就是说 亏钱 亏70% 我也甩了 不要了 那 为什么 老马这么干 那就是不看好阿里巴巴 不看好阿里巴巴 为什么 就是认为啊 阿里巴巴在中国经济的 这块大蛋糕里面 会越占越少 而且里面 它的成分是啥 是不是甜的 还是苦的 它已经没有把握了 在此之前 它的什么菜鸟 还有什么 这个河马生鲜 它的旗下的这些IPO 都被叫停了 你看 所以啊 中国政府 或者最高层 对阿里巴巴的态度 仍然是 怎么说呢 要弄死你 一时半会弄不死 也不会把你过得太舒服 明理暗理 我就整你 更何况 马云 这个 从日本回国以后 也没见他公开 讲过什么像样的话 所以基本上处于一个 半风沙的状态 这个时候 他又减持 有谁比马云的眼光 更独到的吗 没有 从一个中学老师 成为世界准首富 那不是等闲之辈 他对中国市场的判断 对中国经济的判断 应该是最具风向标意义的 当然 马云 现在学聪明了 他学李嘉诚 李嘉诚 人家把这个房产都卖了以后 说什么 说 我对中国市场 仍然有信心 我仍然会坚持的 我不走 马云也说了 我对中国有信心 我会继续奋斗 拜托 你继续奋斗啥 你股票都卖空了 所以这一点 也是为了止损 也是一个公关的手段 事实上 他已经脱身而退 把钱 漏到自己口袋里 然后 马云 能不能再出境 能不能在海外再亮相 实际上 都是一个 未定之天 那 看到今天这个形势 看到华街日报的报道 我的感觉 真的是中国经济 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最关键的是 看不到什么亮丽的前景 那你说政府公开表态 习主席和拜登见面 够公开了吧 政府对 到底怎么 恢复企业家信心 避而不谈 那这种态度就是 不会给你什么好果子吃 那 除了华街日报以外 FT 金融时报 出了一篇更毒辣的 他直接说 中国 崛起的进程 已经终止 你说这话说的 我觉得 金融时报胆真大 看这篇文章 我估计 北京杀人的心都有了 所以我很为金融时报的朋友们 感到担心 他的证据是什么呢 说2022年 最新的统计数据出来了 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下降了 今年2023年将大幅下降 达到百分之17 百分之17 这个百分之17和 2021年的 百分之18.4 下降了 跌幅是百分之1.4 百分之1.4 那这也是20世纪 60年代以来的 最大的跌幅 这个跌幅达到了什么程度呢 按FT自己的说法 他们肯定进行了计算 说这是自毛泽东以来 中国GDP占全球GDP比重的最大跌幅 哎呀 这个角度太毒辣了 说实话 对习主席不太厚道 金融时报 我警告你们 你们不太厚道 你为什么提毛主席 因为习主席 心心念念 就是要在新中国的历史上 和毛主席并肩 甚至超过毛主席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 邓小平什么都不算什么了 江泽民呢 更不算什么 胡锦涛那个什么 这个QE发展官 基本上没人提了 现在大家知道吗 中国的各地智库 搞了N个习近平思想研究院 什么习近平生态思想研究院 经济思想研究院 法治思想研究院 新闻 新闻学研究院 好像习主席真的是没他不懂的 都搞这个研究院 但是大家知道吗 在这个研究院里面 原来都是提什么 马恩列毛习 现在慢慢的开始减少了 就是马恩毛习 再往下直接就是马恩习 连这个毛泽东都可放可不放 你看怎么样 终于实现了 就是中国GDP 占全球GDP的比重 下降的幅度 习主席超过了毛主席 你看这个角度是不是很刁钻 是不是很刻薄 但是问题是数字不撒谎 它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当然金融时报计算的根据 他们在文章里面 他们在文章里面也解释了一下 说如果按照中国政府 自己公布的GDP的数量的话 那是5% 那还是不错的 但问题的关键是 实际上真正的GDP的增长数量 有一个指标 更科学 更准确 那就是怎么计算呢 那就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工人数量 和工人人居产出之和 用这个来算的话 更像是2.5% 就是官方公布数据的蓝摇展 一半 一半 所以这是一个统计 这个口径方面的一个出入 另外一个 他们认为这种趋势 只会越来越大 就是在整个世界经济的 这个比重会得越小 为什么 中国的婴儿潮 已经结束了 从峰值的24% 已经下降到了19% 未来35年将下降到10% 年轻人现在躺平 不愿意生 那随着现在世界工人所在比例不断缩小 你生的人少 你这个产业工人就比原来少 从这种角度讲 除非你大幅度提高个人的劳动生产率 如果这点做不到的话 可以肯定的说 经济增长所在的份额 也会进一步的减少 就是这么一个计算的这么一个逻辑 和它的经济学的基础 所以你看现在FT 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 可以说都是唱衰中国经济 所以习主席这一次来美国 和拜登的会面 我觉得更多是一种公关性的 是一种击中难返之后 让他回归正常的起点 到底能有多少的实际的作用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发善可陈 今天节目一不留审聊了26分钟了 我们欢迎大家给节目点赞 你看我嗓子还没好 更欢迎大家在节目下方留言 我特别想听到的是 你在工作生活里面 对中国经济 目前这样一个状态的微观反应 你的个人故事 你的生活感受 你的工作体验 这一点特别的重要 故事越鲜活越好 越细节越好 我们欢迎大家在节目下方 留言区分享 精彩的部分 我们也会拿出来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谢谢 下期节目再见 来你们下期再见 等会下期再见 p 好